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更TV 香港的德望女校近日懷疑被逆服男子潛入 並且在學校的洗手間裡偷拍 警方日前拘捕了一名懷疑與案件有關的30歲男子 並且控告她一項規淫罪 這名男子報稱是承霸的職員 案件今日在沙田法院提堂 控方透露警方需要時間作進一步的調查 包括翻看CCTV的片段 對指紋和安排應人手續等等 裁判官將案件納後 直到11月6日在九龍城法院再提訴 期間被告需要還納程教處看管 被告叫張俊康 承霸的高級營運主任 他被控在2023年10月16日 在香港黃大仙清水灣道303號 特望學校三樓的女廁 暗中觀察或拍攝兩名女童 而這兩名女童所處的地方 被預期可能會拿路或露出私物部位 並且對保存師引有合理的期望 但被告不理會他們是否同意被她觀察或拍攝 警方早前交代案情指 調查時在新蒲崗一個工廠大廈單位 以及男被告在將軍澳的住所 檢獲了16條女生的校服群 包括英華女學校 培政中學 瑪麗曼中學 河豐中學 數捷工學 東華三院吳祥村紀念中學 加密中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書院等等 並且有大批的女妝衣物 包括內衣、事物、假髮和化妝品等等